岛国有个神奇的绿色APP 无论想买什么东西 只要支付800日元 就能两秒钟内送货上门 男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点击下单 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不得不说主角胆子就是大 刚开门一个头戴绿帽 长相漂亮的佩颂元小姐姐 就提着汉堡走了进来 男人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对方送错地方了 自己刚刚才下的订单 怎么会这么快就送的 佩颂元小姐姐 仿佛设定好的程序 地上外卖就转身离开 留下原地傻眼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点外卖的人名叫大雄 是一个网上设计师 平日在家办公 虽然挣得不算多 但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 他的妻子靖香 是疗养院的一名护士 白天在医院上班 晚上才下班回家 几乎一整天都不在家 两个人的作息时间完全相反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这天晚上 大雄因为沉迷工作 忘记给靖香点外卖了 面对妻子的撒娇三连 他实在招架不住 就让靖香先去洗澡 自己现在点外卖 时间应该刚刚好 可没想到正好赶上饭点 根本没有配送员接单 大雄只能搜索其他外卖软件 这时他无意中发现一个 绿色图标的送货APP 简介里号称两秒送达 无论什么商品 配送费一律800日元 虽然有些小贵 但如果妻子洗完澡出来 看见外卖还没摆在桌上 肯定又要发脾气了 大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刚刚下单 一个穿着制服的小姐姐 便提着外卖送货上门 大雄人都傻了 看着手里的汉堡 正在他纠结 要不要吃的时候 洗完澡出来的靖香 拿起汉堡 直接咬了下去 大雄来不及阻止 妻子露出满足的笑 称赞汉堡十分美味 大雄这才松了一口气 晚上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靖香 对方自然不信 还以为是丈夫脑子出问题了 大雄连忙向妻子解释 靖香美好气地说 正好自己的护肤品用完了 如果真的有这么神奇 那就下单证明给他看 于是大雄打开软件搜索 显示配送费用 共计一千九 大雄点击下单的一瞬间 门铃应声响起 还是上次的小姐姐 她带着乳液出现在门口 这下轮到靖香傻眼了 竟然会有这么神奇的软件 他们开始了各种尝试 无论是卫生纸 衣服鞋子 还是快递 每次都是同一个小姐姐 两秒钟送货上门 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 美国网红牛排 也能在两秒内按时送达 大雄怀疑 这个软件有问题 因为每次小姐姐开门时 身后都是一片漆黑 但是他们所住的房子 走廊的灯 一直是亮着的 这说明 门前和门后 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而且 每次都是同一个人配送 就没有见过第二个员工出现 更何况 这一点也不科学的配送速度 靖香却不想深究这些 她认为这是神明赐予他们的礼物 殊不知 两人已经打开了潘多拉摩盒 异响天开的靖香表示 既然配送费是固定的800日元 如果我们试着配送100万现金呢 岂不是净赚99万 两人说干就干 显示配送费100万零800 果然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接着 他们又输入陆飞的宝藏 软件提示 请输入具体准确的词语 紧接着 靖香又尝试输入任意门 显示无搜索结果 看来不存在的事物 也无法配送 靖香突然灵机一动 不如试试搜索一年前丢失的戒指 大雄明显不抱希望 自己都找不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送来 但是 这次竟然成功了 显示配送费800元 价值几十万的戒指 竟然只收配送费 两人决定下单试试 小姐姐真的带着戒指出现了 正是他们丢的那一只 靖香推测 因为戒指是属于他们的私人用品 作为物品的主人 拿回自己的东西 自然不用收取任何费用 这也启发到了靖香 她想起曾经走失的小狗 说不定也能找回来 于是立马在手机上输入 我养的博美 果然可以配送 下单后 小姐姐送来一个快递箱 打开靖香小狗的骨灰盒 原来小狗已经死了 但是靖香仍不死心 再次打开手机搜索 备注15年前活着的那只 一旁的大雄 有些不相信 就是软件再怎么神奇 也不可能把几年前的东西送来吧 小姐姐竟然真的抱着小狗出现 靖香激动的接过小狗 失而复得的喜悦 让她忽视了这个 APP的诡异之处 大雄看着面无表情的快递小姐姐 心里没有来的一阵后怕 这明显已经完全违背常理 死去的生命也能被活着传回来 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沉浸在喜悦中的靖香 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上班时 她看见病人正在找丢失的手表 老头表示这是王七的遗物 对她而言意义非凡 谁能帮她找到 她愿意给予丰厚的报酬 靖香动了心 她打开软件让老头下单 果然 手表被找了回来 这也让靖香联想到了去世的母亲 可母亲最终没能实现心愿 既然死去的小狗能够回来 那去世的母亲一定也能复活 于是她激动地输入 五年前健康的母亲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她都要见母亲一面 没想到APP真的可以配送 可是一亿六千万的费用 让她傻眼 他们根本付不起 大雄猜测这串数字 可能是每个人的身价 她按下确定 可门铃却没有响 软件提示 账户余额不足 以超出支付能力范围 靖香不可置信的反复尝试 可都以失败告终 一想到靖在咫尺的机会 却因为自己没有钱而错失 靖香大受打击 决定不再使用这款软件 可是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这天 两人约好下班去看电影 可靖香却因为堵车迟到 眼看电影马上就要开场 大雄突发奇想 又一次打开了软件 输入靖香的名字 显示配送费八百元 大雄震惊之余点下了支付 妻子竟真被快递小姐姐送货上门 显然她还有些忙 明明上一秒 还在拥挤的电车上 下一秒就出现在电影院 听说自己的配送费 居然才八百 靖香有些不高兴 果然女人生气的点 你永远无法理解 靖香觉得 你自己的身价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但大雄很快想通了其中的缘由 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夫妻 所以归属全是对方 传送自己的东西 自然不用花钱 那岂不是现实版任意们 从那以后 每次靖香下班 就让大雄把自己传送回家 既不用挤地铁 还可以省下一笔交通开销 去国外旅游 也只需要买一张机票 简直不要太爽 这天晚上 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大雄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然后拿出手机 准备传送妻子 可与此同时 妻子也偷偷准备好了惊喜 打算把大雄传送过来 两人同时按下了确定 没想到 系统竟然出bug 两人来到了一个满市门的空间 四周一片漆黑 他们出不去了 难道一辈子都要待着这里吗 大雄第一时间掏出手机 没想到 一空间还有信号 他打电话给同事 希望对方能把自己传送出去 看到支付界面上的两亿 同事还以为 这是什么新型诈骗手段 电话被挂断 他们根本找不到 愿意支付两亿费用的朋友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 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们能通过这个软件 把家里的生活用品传送过来 因为是自己的物品 他们只需要支付800元配送费 大雄把工作的电脑 传送了过来 继续在网上办公挣钱 勉强维持着两人的生活 在这个封闭的黑色空间 他们的生活 枯燥无味 静香被医院开除 没有躺在沙发上 无所事事 他们唯一能见到的活人 除了彼此 就是快递猿小姐姐了 就这样一年过去 每天24小时 都看着同一张脸 他们很快开始感到厌烦 于是用屏风 隔出私人空间 这天静香的狗 闯入了大雄的地盘 愤怒的大雄冲进去争吵 就因为妻子顶了一句嘴 大雄宣布 今天没有他的饭了 作为反驳自己的惩罚 甚至还甩了静香一巴掌 为什么这对曾经恩爱的夫妻 会走到如今这一步 大雄渴望改变现状 他想到了一个 可以出去的方法 只要和静香离婚 然后和外面的女人结婚 就可以把自己传送出去 之后 他再把妻子救出来 但是静香认为 一旦大雄成功出去了 很有可能会抛弃自己 把他留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等死 有了逃出去的希望 大雄自然不会在意妻子的感受 他开始在网络上相亲 但因为 不能线下见面 对方都把他当作骗子 结婚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 可是这天晚上 大雄喊静香出来吃饭 却迟迟没有回应 他走进屏风后 才发现妻子竟然不见了 他急忙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的女人 站在窗前 感受着久违的阳光 那个人正是医院的老头 原来老头是个亿万富豪 为了感谢静香帮自己找回手表 毫不犹豫 支付了两亿天价配送费 现在静香只需要再花八百元 就能把大雄也就出去 但是女人却拒绝了 她已经对丈夫失望了 决定和老头领证结婚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大雄自然不会让她如愿 男人打开手机 搜索静香的名字 要把她传送回来 可是确认的一瞬间 系统弹出刷新界面 下一秒 金额从八百变成了两亿 转眼又一年过去 大雄的精神瀕临崩溃 这天她拉着快递员的手 求她告诉自己出去的方法 女人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这天静香又看上了一幅名画 价值一个亿 她哄骗着老头为自己下单 门铃声响起 静香出去开门 快递员小哥露出诡异的微笑 Elizabeth